大家好,我是小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裙带菜豆腐汤 做法简单又美味 常喝这道汤 营养健康又补钙 我家隔三差五喝一次 孩子体质好 个头也长得快 下面一起来看看制作过程吧 首先准备一小把干裙带菜 倒入冷水 浸泡十分钟 裙带菜的泡发速度很快 只要十几秒裙带菜就脏发起来了 春天是长高的季节 要多给孩子们吃裙带菜 它的含盖量是牛奶的十倍 含辛量是牛肉的三倍 孩子常吃,聪明又长个 趁着泡发裙带菜的空闲 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刻入两个土鸡蛋 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胡椒粉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 先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块龙家的盐水豆腐 我这块豆腐比较厚 先横切成两片 再改刀把它切成小方块 像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两根小葱 切成葱花 葱可以多放一点 吃起来会更香 切好以后 放到小碟子中 再准备一小片生姜 切成姜丝 切好以后 放到小碟子中 准备一个小碗 放入一小把枸杞 倒入清水 浸泡五分钟 去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这时候的裙袋菜 也已经泡发好了 将它控水捞出 放入另一盆清水里 多给它清洗几遍 把沙子冲洗干净 这样吃起来才卫生 全部洗好之后 捞出控干水分 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饭 往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 倒入打好的鸡蛋 先静置五秒钟 让鸡蛋液慢慢定型 再用铲子翻个面 让它受热均匀 等到蛋液定型凝固之后 便可用铲子 划分成小块 把鸡蛋炒成这样的鸡蛋块 然后加入姜丝 煸炒出香味 炒香后 倒入提前烧好的开水 转大火煮开 放入切好的豆腐块 继续煮个两三分钟 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胡椒粉调味 给它充分的搅匀化开 再加入裙袋菜 一起煮个两分钟左右 然后放入适量的枸杞 滴一点芝麻香油蒸香 最后搅拌几下 再把葱花加进来 一道汤汁浓郁 味道鲜美的裙袋菜豆腐汤 就做好了 春天多给家人喝这道汤 补钙又增强免疫力 比吃钙片强多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给家人做起来呀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